看见没有,口岸的霍尔果斯囊产业园,怎么样?中间是大囊坑,看到没有? 咱们先进去看看啊。 这一季毛,它是小麦传出中国的文化呀,杖子样子样子都小,大概看一下,然后张牵胡饼,看到没有? 这最早那个,应该是囊的开始吧,囊的发扬,演变过程,看到没有?大囊小囊,各种样子样子囊,不一样,有很多种囊。 囊的种类不一样,可能里面的食材和馅料都不一样吧,咱们先进去看一下。 这地方不要吵,咱们大概看,他们打着囊,那就是用铁架子包起来,里面就是囊坑。 这是刚刚打出来的吗? 太囊坑。 尝一下啊。 尝一下啊。 吃饭了,太囊坑了。 吃饭了,挺平常吃饭了,饭了,都是吃饭了,饭的。 这么吃是真热的? 可以了,不过不过。 是吃东西,然后这个红酒,当地的红酒,这萝卜有点大,吃饭了有点干吧? 树莓酒 红酒 尽量把手上饿起来吃 因为沙沙的料锅 到边垫好 来杯红酒 我不太懂酒 但是糖还行 馆确实不错 样子样子馆都有 这是什么馆 玫瑰花馆 这香味一下子出来了 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他们就是这边一个人 他们在这赶呢看到没有 然后这样转过来 其实他们就是包了个铁皮 里面就是正规的囊坑 看到没有 这里面就是正规的囊坑 这个好漂亮 亮晶晶的 他们这条可以看出来 不是那种 算是生产车间那种形式 但是都是人为在操作 不是机器也不是那什么 每一步都是纯手工的 然后也没有 其实跟外面一样的也没啥区别 因为食材啊手工程序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也不用说是 可能批发过来的囊 就跟人家什么小作坊那样不一样 其实可以看出来每一步都在手工对吧 后面呀打囊的方式包括囊坑呀 原材料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地方不知道生产什么囊呢 咋那么多人啊 那种小囊还能看 人太多了 不得不说 口岸的囊和女孩 是真的多 这里面女孩太多了 在这个入口处它有各式各样的 当地的一些品牌的红酒 还有一些很干果类的东西啊 应该是种类挺齐全的 样子样子 东西都有 这是啥东西啥 看不明白 可能就是干果呀 红酒呀 当地的杀鸡原汁呀 这都是好东西啊 然后呢 对不对 然后 这还有啥 都是干果类的东西吧 然后 那边应该有什么薰衣草之类的东西 东西挺多的挺全的 虽然是个囊产业园吧 但是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东西 它一般都有 黑加龙巴达木 叶来叶来 这可以试试吗 这囊 嗯 这啥芝麻囊是吧 芝麻囊 然后这个是那个 刚吃的那个 虾子囊 虾囊呢 嗯 吃一座 这床可以走一座吃一座 各式各样的囊 样子样子 看 里面都是车间人家打囊 好吗 就是吃 刚才吃老板就有点干嘛 老板 就说有点干 就说有点干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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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